双降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初霜凝结意味着冬天即将开始 一般在阳历十月二十三日前后 双降就到了 气宿而双降因始宁也 老师我们见过下雨下雪 但真没有见过下霜啊 双降双降就是从天而降 双降的霜不从天而降 而是地面的水气 一道寒冷空气凝结而成的 所以降是指温度 双降双降因为有降所以成霜 老师我们学过秋风消色天气凉 草木遥落落为霜 是露水变成了霜吗 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吗 同学们你们知道霜是怎么形成的吗 不知道 今天我们就来做个小实验 看看霜在杯子上的效果 在环境温度低于零度时 如果空气中的水蒸气含量较高 就会附着在物体的表面 这就是霜 哦 同学们 霜降有着极为美妙的自然现象 白天 霜是阳光的催化剂 因为见霜 所以晴朗 而除了太阳和光芒 霜也预示着秋天的丰收 我知道 和大卫二十次节气节目上说 打霜蔬果甜正是好时节 蔬菜和瓜果因为霜 变得更加甜美了 农燕也说 霜降渐霜 遗骨满仓 霜降时 收成的庄稼和蔬果格外好吃 因为霜会心热 促使瓜果生出更多的糖分 来提高温度 保护自己 书法家王羲之的凤菊界中写道 凤菊三百枚 双味酱未可多得 而今天已经霜降 鱼汁肯定又甜又好吃 双降之后 远山清空都澄澈起来 人们的心也静下来 更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声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